第五篇 透明光 尼框 第十一部 苏拉神庙中的记事 我听了不禁皱眉 如果不是我的知识太肤浅 那他就是一个神经病患者 我从来也没有听得过埃及有一个民族叫做索帕族 也未曾听到过一个埃及人的名字 竟会有那么长的发音 我皱住了双眉不出声 王骏已经带他解释他说他的名字 便是索帕族 米气不傲风上的雄鹰之意 那矮小的人频频点手 先生 你叫我一格好了 我当你们是朋友 才让你们那样称呼我的 我们一路说话 一路向外走去 这时已经上了王骏为我们准备的汽车上 我才问到一格先生 你们的索帕族是什么民族啊 一格的脸上献出了一副十分悲哀的神情来 到这我也不知道 当我出世的时候 我们的族中已只剩下了七个人 而当我十六岁那年的时候 其余的六个族人相继去世 整个索帕族便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苦笑道 于是你便自封为索帕族的酋长了 一格面上的神情像是受了极大的侮辱一样 我立即知道自己讲错话了 他挺了挺凶 道先生 我是索帕族的酋长 传道我 仍然是酋长 我们的家族 一直是索帕族的领袖 我连忙道 请你原谅我刚才的话 一格摇了摇头 我不见怪 我们索帕族 曾经拥有无数的财产 广阔的碧绿的平原 秀丽无匹的山峰 但如今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一格以十分别角的英语讲住 但是他的语调 却充满了感情 使人不得不相信 他讲的是事实 王骏轻轻地碰了碰我 他说的全是他族中的传说 你若是和他讲下去 他可以告诉你 他族中的许许多多的传说 从这些传说看来 他们索帕族的全盛时代 比罗马帝国还要兴盛 我望着矮小有黑的一格 心头十分怀疑 那倒不止是我未曾听到过 有索帕族这样一个民族 而是我在私存 他和那只黄铜箱子 究竟有什么关系 我心中的疑问 很快便有了答案 在我们到了酒店之后 在房间坐定了下来 一格才说到 魏先生 王先生说 那只箱子 你已经打开了 我迟疑了一下 道可以那么说 你可知道 那箱子中放的是什么 一格摇了摇头 道不知道 根据我们族中的传说 他才讲到这里 王骏一手加额 老天 又是你们族中的传说 一格的态度 十分认真 我们族中的传说 都是真的 王骏摊了摊手 是真的又怎么样呢 你们的什么族 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而你又不肯和你们族外的女子成婚 你死了之后 你们的民族还剩下什么呢 一格的面色发白 身子颤抖了起来 我早已看出 一格有著极其强烈的自尊心 我对于我曾刺伤他的自尊心一事 表示相当抱歉 我更不以王骏的态度为然 我连忙到就算一格死了 所怕足光荣的历史 美丽的传说 也一定还存在的 我的话 才一出口 一格突然向我冲了过来 握住了我的手 眼中射出了感激的光辉来 道谢谢你 谢谢你 王骏无可奈何地 耸了耸肩好 一个疯子还不够 现在有两个疯子了 我向王骏苦笑了一下 疯子 如果等我将全部事实真相告诉你 只怕你也要成为疯子了 王骏知道 我素来不是爱开玩笑的人 他的面色不禁一变 什么事实真相 我摇头道 如今我也不和你说 我要先和一格解决一些事 你带他来见我 可是由于那只黄铜箱子 正是由他那里来的吗 王骏道 正是 一格实际上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 我也看不出 那黄铜箱子除了箱面上的锁 制作得十分精妙之外 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我向他挥了挥手 道 你且别对一格下什么结论 你将事情的经过 先和我简略地说一遍 我们是以国语在交谈 一格当然听不懂 他只是睁大眼睛望住我们 王骏无可奈何地坐了下来 道好 我简单地说一说 一格是什么时候在工地上出现的 已经无可查考了 但是自从他出现之后 他逢人便说 在苏拉神庙中 有助他们索帕族专用的七间济世 据说七间济世 是索帕族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准进去的 我静静地听住 苏拉神庙已经有近三千年的历史 是埃及数一数二的古庙 也正是这次妨碍那庞大水利工程进行的古庙 为了使水利工程能以顺利进行 曾经讨论过将这座神庙完整的搬迁 但是这个方案如今已被放弃了 因为搬迁庙的费用实在太惊人 使得连非常想保存这座古庙的埃及政府和联合国文教组织 都为之束手无策 所以那座古庙要被毁的命运 似乎已被注定了 王骏向我望了一眼 继续道他听说古庙将不能保存 便要求有人陪他进那七间济世中 取出一件他们族中一下的东西来 我点了点头道 于是你陪他去了 王骏道肯相信他的话的人 本来就不多 而要通过那条满是咒语的隧道的人 更是绝无仅有 还是我最有好奇心和最不怕古代咒语 所以我去了 我得到了那只黄铜箱子 我伸手在王骏的肩头上拍了拍好 我要你在这里 所知的已经够了 你不妨回去工作 以后只是我和一格的事情了 王骏望着我 道你打开了那箱子 是不是 箱子中有什么 是不是 有诸如一格所说 那是关注一个透明的魔鬼的宝箱 我猛的一阵 失声到透明的魔鬼 王骏向一格一指 道那是他说的 故事就和阿拉丁神灯差不多 据他说 盒子一打开 一个透明的怪魔 就会出来 我呆住了不出声 向一格望了过去 一格虽然听不懂 王骏在说什么 但是他显然可以从王骏讲话的语气 神态之中 看出他究竟在讲些什么来 所以当我转过头 向他望的时候 他喃喃地道 真的 这是真的 我走到了他的身边 将手放在他的肩头上 表示亲热 转过头来 对王骏道 你可以不必理会我们了 你应该知道 任何民族的传说 都是十分美丽的故事 你不应该嘲笑他们的 王骏哈哈地笑了起来 你相信他是什么 所怕族的酋长吗 我点头道 我相信 我要和他一起到那股庙的秘密记事中去 王骏摇头道 那是可怕的 如同地狱也是的地方 我去过一次之后 第二次就不想再去了 我坚决地道 但是我必须去 我要去解决一个极其神秘的问题 王骏道 好吧 我也要回工地去 你和我一起用工程处的小飞机回去好了 那样可以方便很多 用不住去受旅途的颠簸 我知道 所谓工程处的小飞机 一定是二次大战初期的就是飞机 驾驶员也几乎千变一律的欧洲或美国的冒险家 贪图高薪 驾驶住这种就是的飞机 不理会他们自己的生命和搭客的生命 因为这种人和这种飞机 同样的不可靠 但这时我因为急于到那股庙中去 所以我并不拒绝王骏的提议 我点了点头 王骏立即拿起电话和水利部的人员联络 我则和一个两人走到了旅馆的阳台上 望住街外来往的车辆和行行事事的建筑物 以及各种各样的人 开罗是世界上有数的最具神秘感的都市之一 即使你来这里全然没有秘密的任务 也无可冒险之处 你仍然会感到有一股神秘的气氛笼罩住你 只要你在开罗 你便不会不感到那股神秘的气氛 我看了一会 才低声到 一格 关于那透明的魔鬼 你们族中的传说 可是由来已久的了 一格的眼中 闪耀住一样的光芒 你可相信吗 魏先生 你可相信吗 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道我相信 一格到魏先生 你是我们族人之外 第一个相信这个传说的人 王先生说那只箱子在你这里 你打开箱子了吗 我叹了一口气 是 那透明的魔鬼也出来了 一格一时之间 像是不明白我的话 但是接住 他连连向后退去 一直退到了阳台的扶手旁 他的面色变得如此之苍白 我真怕他会从上面跌了下去 连忙抓住了他的手臂 你镇定一些 我想问你 你为什么要将那黄铜箱子交给人 一格的面色又从苍白变成了通红 你也如了好一会 才到 我听说那股庙不能被保存了 那是族中的遗物 整个族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你明白 我 没有钱 所以我 所以你以十分低廉的价钱 将这黄铜箱子卖给人 结果只有王先生一人是买主 我接住说 一格低下了头 是的 他出了六十哀邦 我可以生活很长的时间了 我叹了一口气 到一格 照这样说来 你自己也不相信你们族中的传说 是不是 如果你确信那箱子中有著透明的恶魔的话 你会肯将他们以六十哀邦的价格卖出去吗 一格低住头 不敢看我 他心中显然正感到极度的惭愧 他喃喃地道 我不是不信 我 只是没有钱 这是我唯一可卖的东西了 记事中还有许多壁画 因为那一条隧道十分可怖 也没有游客要看 而且更糟糕的是 渐渐没有人信我的话 根本没有人信 一格的眼中竟湿润了起来 我听得他说 在那七间神秘的记事之中 还有许多壁画 精神又不禁一阵 这时我虽然还不能确定 我此行是不是会有成绩 但是我确信 我已经掌握了一些来龙去脉 许多还是迷一样的事 一到那期间记事中 就可以弄明白了 这时 王骏来到了阳台门口 到快准备 二十分钟之后 水利部有一架飞机飞到工地去 我已和他们说好了 我们三人一起乘机前去 现在就要出发了 我耸了耸肩 一点休息也没有 王骏道 没有了 要休息 便要休息两天 两天之后 再有飞机前往 你不想再开罗 晚上两天 我忙道 不了 以后有机会 再说不迟 我要解决一些事 立即回去 王骏也不问 我详细的情形 道我那书呆子弟弟 可好吗 我几乎忍不住告诉他 王骏现在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之中 但是我终于 未曾说出口来 因为我知道 王骏的为人 他知道了之后 一定大惊失色 慌张缭乱 说不定会向 每一个埃及的乌医求助 而结果是 不到三天 全世界都知道 这个秘密了 所以 我只是淡淡地道 好得很 他和一个叫做 艳芬的美貌姑娘 一块结婚了 王骏叹了一口气 是吗 做弟弟的 反感在哥哥的前面了 我真后悔 为什么当初要去学水利 如今连一个固定的住所都没有 我并不去搭枪 王骏其实是 十分热爱他的工作的 他也喜欢过 无拘无束的生活 他只不过 故意如此说法而已 我们一起 出了旅馆 上了汽车 王骏已违法的高速 在十三分钟的时间内 赶到了机场 我们一下车 便匆匆地向一架 七成草绿色的 双引擎飞机走去 不出我所料 那是一架旧的 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人 在使用的飞机 我们到了飞机之旁 一个像是飞机师模样的人 吊儿郎当地在飞机之旁 走来走去 他一看到我们 便站定了身子 大声叫道 老王 你们迟到了 王骏也大声道 没有迟到 刚好够时候 飞机今天没有问题吗 那飞机是一面 跳上了飞机 一面大声叫道 祈祷吧 王骏苦笑了一下 道你听听 但是我宁愿 祈祷上帝 也不愿意去尝试 走第二条路 道路实在太坏了 你知道吗 我不和他说什么 踏出上机的梯架 向飞机箱中走去 王骏第一个进了机箱 机箱中居然有座位 那已是十分不容易的事了 在我们之前 已有两个人在 一个戴住埃及原貌 那两个人坐在前面 看不到他们的脸面 我们一上机 便有人来关上了机门 那人看来像是副驾驶员 也是美国人 口中正不断地搅住口香糖 他向机箱中的五个人 看了一眼 喃喃地道 七个人 他一面说 一面向驾驶是走去 而这时候 飞机几乎已经 近乎颤抖的 在跑道之上 咆哮飞驰而出 几乎是立即的 机翼轻轻地摆动者 飞机已经腾空而起 这个驾驶员 无疑是第一流的 王骏坐在我身旁 向前面的两个人 指了一指 到那个戴埃及原貌的人 是水利部专营街 招待贵宾的官员 在他旁边的 一定是什么重要人物了 我顺口应道 是吗 也许我的声音大了一些 令得前面的两个人 一起转过头来 那个戴埃及原貌的埃及人 立即转回头去 但是在他身边的那人 却仍然瞪住我 而我也瞪住那个人 发呆 王骏祈祷 咦 怎么 这个人 你认识的吗 我并不回答 王骏的话 只是欠了欠身 以十分戒备的心情 沉生到 罗蒙诺教授 幸会 幸会 罗蒙诺教授在埃及 我是早已知道的 但是我却未曾料到 会和他在这架 残久的小飞机中相遇 而如果我早知道 罗蒙诺教授也在机上的话 我一定不会搭乘 这架飞机的了 因为 我如今已毫无疑问的 可以肯定 罗蒙诺教授 和杀人 王伯拉克 有著十分特殊的关系 而和杀人 王伯拉克 有关系的人 那时事 不必多加考虑 可以竟称之为 危险人物的 有这样一个危险 人物在机上 那无疑是 十分不利的事情 所以我一面说话 再想住如何 才能使事情 对我更有利些 王骏在我的身旁 显然还不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他只听到了 我叫出了 罗教授的名字 便欢喜万分 站了起来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 罗蒙诺教授吗 能够和你 一起到工地去 真是太荣幸了 我在我弟弟的来信中 早已久闻大名了 我弟弟便是你的学生 王验 罗蒙诺教授 面上的神情 像是岩石一样 他望料望我 又望料望王骏 最后将目光停留在 一格的身上 一格十分拘谨地笑住 罗蒙诺协助他 巨大的公事包 离座向我们走来 他镜子来到 我们的面前 我的心神 不禁大事紧张 但罗蒙诺教授 却并不注意我 他只是向住一格 忽然以一种 十分奇怪的语言 向一格 说了几句话 一格的面上 历史蹦跃出了 欣喜万壮的光彩来 历史也以那种 古怪的语言 回答住 罗蒙诺教授 我自诩 对于世界各地的语言 都有相当研究 但这时 我却无法听出一格 和罗蒙诺教授 讲的是什么话来 我的心中 十分焦急 因为我知道 罗蒙诺到埃及来的日子 是和我相同的 我却无法听出了 好 我却无法听出了 罗蒙诺教授